我們來聊一下像這種色彩很豐富的 然後它的色塊非常平均的 所以我們不容易辨別這個顏色跟顏色之間的空間 那這時候就需要這種畫刀 需要做一個畫刀上的厚土的處理的時候 它很容易要創造的空間 好比說我們現在這邊有塊暗面 它裡面有一層,這邊還有一層,這邊還有一層 那其實顏色跟明度非常非常接近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樹幹來雕刻出 我們希望它的層次 比如說我只要做局部的雕刻 然後畫刀移過來 然後移動它 那這邊要讓光線穿過來對不對 所以要讓這個地方有相同的顏色 好那這樣就產生一個空間 好那記得 冷色在最上面 越來越下面它的越溫暖 為什麼呢 因為它越來越暗 所以我們把冷色的部分呢 就放在下面 然後呢 讓它銜接這個紅色 一點點的Alyzerine OK 好 那我會看到那個紅色它就會跳出來 那我故意放了一塊紅色在這邊 稍微暗一點 我用了Terra Aucyde Red 然後稍微灰一點 那這個時候呢 也就是利用這個方式 雕刻它的樹旁邊 好 那因為我們這畫刀的筆 刀處呢 它就會產生 特別的空間 它就是會覺得有東西在那邊而已 才不會這樣一根 我們剛才先做的這種底鎬 這樣的話 有個部分呢 它就會重複蓋過去 所以它會形成很漂亮很漂亮的筆觸 好 讓我們一點點 記得從嫩到嗎 你看我們現在畫到的是一點咖啡 那混合的時候呢 還要注意到 不要完全的混合 就是說 你看畫刀的兩邊 它有些微的顏色不同 這是Yellow Kerr 這個是Terra Aucyde Red 那你放下去的時候呢 它就會產生一個Broken Color的現象 好 先畫到樹的旁邊 然後 可以看到兩個顏色 好 好 它就好像樹林一樣 非常好看 一樣我們把這些樹都做完了以後呢 可以再重複補回去我們的原來的樹幹 好比說像這個地方 它比較亮一點 因為它比較接近光線 所以呢 它的顏色呢 色彩呢 會比較明度比較高一點 可是呢 都還沒有加到白色 我們就把它顏色放進去 好的 樹幹不見了嗎 待會再補回來就好了 這樣的話我們的樹幹就會跳著雕刻 有一些有看到有一些沒看到 那剛才我們去畫它的時候 我們其實用明度非常非常接近的 那這時候呢 因為背景我們用上了不同的顏色 所以它就會產生這種錯覺 就是樹它被雕刻出來了 好你看我加了一點白色 那我又往上又白的地方走 這個地方要讓它銜接 因為它後面是白雲的 那白雲的背後 因為它也會透光線的 所以它有一點點白色 所以你可以用broken color像這樣子 那我放上去的時候呢 銜接那個白色的下方 這樣樹幹你看它就跑出來了 它兩邊都要有 因為它的空間是一樣的 從這邊到這邊 所以要兩邊去銜接一下 好再把它帶過來一點 這樣它就會形成同一空間 好那個樹幹它就往前跑了 好那待會我們要再補回來這一個 好再來把白色放一點進去 好 畫刀它有這種功能 讓你形成這種錯覺 因為刀處的關係 它就形成了這個樹葉層層跌跌 可是呢 我們在畫這個的時候呢 用了畫刀以後呢 它的比刀處呢 它就會更豐富 它不會是單一的一個空間 好像剛才這樣子 這個空間它就往後延伸很多 好我們今天就先聊到這裡 下次再見